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漫遊世界 畫中有畫 用愛守護地球 動物有時候會被殺 殺掉 然後有些都是因為人為的破壞 辦法讓大家不會再去傷害動物 我們有查資料 然後畫漫畫 然後就是也要入班宣導 然後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 它怎麼樣去保護動物 我覺得動物很可愛 然後他們也不能因為 對著開發的類似需求 就把它們被殺掉 或是把它們的家 蓋成屍 地球就是大家的家園 所以大家要去守護 我發現那個珊瑚常常被倒裂 所以我就畫了這個漫畫 又是有一天 珊瑚被漁網繞起來了 然後呢 他們想要把它變成更具價值的紅珊瑚 就讓它被漂白了 接下來呢 它就吸了紅色的果汁 最後呢 它就被拿出來了 不要去倒裂珊瑚 我就是那麽色常常被丟 那塑膠袋常常被丟到那個海洋裡 然後呢 有些動物就會誤以為那是食物 然後把它吃掉 路上很多流浪貓狗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要畫一個這樣的漫畫 然後讓人家知道就是不要去棄養這些 流浪的貓狗 流浪的貓狗 就了解說那些動物呢 需要我們的保育 然後保護 然後保護 就是我想要讓他們就是不要再傷害了動物 然後 這樣有些事情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要去 努力的去做 是呢 大家要 隨受關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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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不要粉變開冷氣開暖氣 然後解約暖源 然後動物才不會受到傷害 就是我畫畫的那個範本 就是在網路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然後後來 找非常久才有找到一個 後來就是 就是 我有問一下爸爸媽媽 然後他們也有給我一些倦地這樣 有的時候找到一些很可愛的圖片 但是畫起來都不佳 然後呢 還就會感覺到別的動物 然後有的時候呢 又不知道顏色要怎麼搭上去 才會看起來最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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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